我今早上我妈一早就去山上面去剪的这个板栗 你看一会我就饱一点煮来吃 这我妈我妈要一颗一颗的这样包好 像这样一颗一颗的包包好了 到时候包好以后要烧那个汤水 把这个放下去一趟这个皮就可以出来了 这皮就可以灭出来了 然后再把这个板栗 再把这个板栗全部放到那个冰箱 放到那个冰冻去 放到冰冻里面随便你都可以放 放半年都可以放随便放的 那到时候你想吃了再去强洞里面拿出来解冻了 吃了全你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的板栗就会坏 用了就是萨品板栗杆 萨品板栗杆就是一波竹竹好的萨品干 那下我妈就下我妈跟一颗一颗的包 老妈说了小老妈们回来了 到时候的板栗搞好了 让他们直接就带到男人去想吃的时候自己回来吃就可以了 让开 这个板栗像这种的事 直接在树上就长成这样成熟吧 它就自己落到地上面去啦 就不用去树上去加不用去打 它直接就是这样 一会我要煮煮了以后再炒 好的板栗这样的 这个它是不是说看起来像黑的 其实这个壳看起来是黑的 其实它要黑中 但这个表皮是有点黄的 这里没有黑的 这种才是好的 像这个板栗看起来很好 其实已经坏了 我一摸到手上我就知道是坏的 是 这是坏的了 这板栗已经 这种就不能要了 好吧 这个板栗洗一下 洗一下 煤气也有 那里刚冲了一罐气回来 反正灶气有多 用灶气吧 灶气 好 冷 好 好 啊 嗯 多啊 就是要拍水放过来 或者不怕人掉过来 炒的还不够干 再炒一下 开口笑了 爆出来了